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去哪兒的 爸在幹什麼 爸爸不在家 他去找那個被砍手的阿良了 阿姨, 你怎麼了 阿姨, 你去哪裡啊 阿姨 阿姨 李先生, 你要幹什麼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跟我起來 我要婚婚女 婚過去了 我不管 李宗盛, 你起來啊你 沒有用啦 他根本聽不見 李宗盛, 你起來啊你 你想幹什麼 他偷我起案子 害了我一家五口 快活我們下去 我要拿房間去, 你滾開 李宗盛, 你起來 你放手 李宗盛, 你起來啊 起來啊! 不要打了! 起來! 沒有用的! 就算你殺人, 他也沒有錢還你的。 不認識阿良好的你, 他一直就是這樣子, 沒錢就偷, 偷到了, 就花天酒地的通通花光, 阿良醬是不對, 可是, 他的心地真的很好, 他要是知道你的錢, 是用來養家的血汗錢, 他一定不會偷你的。 可是, 他偷也偷, 千眼用光了! 他是不對, 可是他的手已經被砍了, 好好的一個人, 今生今世, 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 用他的手。 老天爺罰了他, 他已經夠可憐了。 我說的都是實話, 就算你殺了他, 也是沒有用的。 我求求你, 饒了他吧。 的。 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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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也不敢了 下也不敢了 啊 下也不敢了 饶我吧 啊 啊 不要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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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你要想當一個受人尊敬的武士 以後只准流血不准流淚 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 從來就沒流過眼淚 不管是力刀隔破了我的手 還是堅持刺破了我的腳 我一聲都不吭 我從小就鍛鍊了堅強勇敢 在嚴冬 我端坐在雪中沉思 在嚴夏 我在酷洋下默想 我永遠牢記武士道的精神 所以現在 我才能這樣的堅強 永不畏懼痛苦 永不向敵人屈服 沛洋下 你千萬要牢記我的教訓 阿 沒看到 鄭小 鄭小 你千萬要牢記我的教訓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账户从南洋回来了 而且我的身体比以前差 家里的事又比以前忙 所以 所以 我想请夫人原谅我的困苦 这 那我的另外找一个人来洗的 真是失礼得很 请夫人原谅 你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对不起 我是 考虑再三 我才决定向夫人说的 我 不要说了 她不洗 你也不要多说 你这样恳求本岛人 有失体面 好 你少洗点衣服也好 以后你可以多有点时间管教你的孩子 大人 我的孩子 你的儿子罗赵毅 打伤了我的儿子和山口帮夫 你得回去好好地管教罗赵毅 大人 赵毅打伤了你们家少爷和山口少爷 我道歉 我回去一定严厉管教赵毅 请大人一定要相信我 每个人的家少爷 正在改变 合适 请大人 我去 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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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钱呢 一块钱就好吗 一块钱一块钱 咱们走吧 走啊 谢谢啊 一会儿再来啊 麻烦了 再给我给我酒 酒拿来啊 没有了 没有 那 那不是酒吗 那是酒 可是不能卖的 阿父 钱掉了就算了 可是以后日子怎么过下去 在口的日子也可以过的 是 是真的 当初 阿童病死的时候 我们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可是 慢慢的 我们也是熬过来的 阿父 你身体好 你不用怕了 是 但是我问过人家 现在时机不好 没有人肯故宫了 没有工作 我有怎么养活秋桂跟三个孩子呢 可是你念过书 你认得字 你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但是我念的是汉文 但是我念的是汉文 谢谢日本人你在这儿 我学的汉文有什么用的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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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招呼客人哪 我弄五酒啊 弄两个小菜 快点哪 动作快一点嘛你 马上来啊 你们请坐一会儿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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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爹 快点 来 靖福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倒可以帮你找个事做 你 你看 我们这儿店里 实在是忙不过来 你要是肯在这儿帮帮我们的忙 每个月领个工钱 那不行 告诉你啦 你在这边帮帮我们的忙 生意一定会更好 每个月零工钱是应该的嘛 可是 静佛 明珠你跟阿通是个好朋友 如今阿通已经死了 你就不承认我这个好朋友了吗 我可没这个意思 再说嘛 这些事我又不会 简单的很 一学就会了 可是 秋贵她 放心好了 秋贵啊 她一定会答应你来的 静君 把鞭子拿来 妈 拿来听到了 妈 我会没有怎么样 你还说没怎样 你打得去那大人的孩子 跟她的同学 你想气死我呢 你这孩子我就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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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打孩子干嘛 干嘛 干嘛 阿姨 小妹 打他 你打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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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贵 阿姨犯什么错了 你这么打他 他 他 你好怪啊 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啊 那么高兴 你猜 快说嘛 我已经找了工作了 我告诉你啊 等爸爸赚了钱 我一定会买很多很多 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吃 好不好啊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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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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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吃 你当我是猪啊 吃了那么多 还没吃饱 你当我是猪啊 哎 哎 你怎么了 哇 怎么了 哇 妈 想不到 多个手指头 妈这么痛 都怪你自己了 以后怎么办呢 以后 以后啊 会比现在过年还要好 你 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 你是 哎 我的意思是 大家都知道你 以后 你要改邪归正 想要找个工作 或许别人不敢用你 哼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准备啊 到孟甲 打条路子出来 孟甲 嗯 嗯 那里是个大地方 比这里好混多 哼 我看这样 这栋房子 先留给你住 不知过一段时间 我再回来接你 你一个人 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怕你不贵 嗯 怕我会饿死他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不过呢 就是没念什么书 快听我这副德行 穿上件像样的衣服 别人搞不清楚 我心里又肚子里有什么祸 也不知道我到底干什么的 我只是倒霉啊 跟我走完这条霉运的时候 嘿 这是我出头天的时候啦 干什么 你一个人去 又不带我 哎 又没死 他哭什么嘛 说良心话 我一直就恨这个穷地方 现在要离开了 还真觉得怪怪的 我这一辈子 恐怕 永远忘不了两个人 两个人 嗯 一个就是你啊 你另外还有一个女人 是谁你说 你说清楚 哎呀 紧张什么嘛 我说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害我 被剁掉手指上的阿姨 哥 你都不会走快一点嘛 不行啦 天寿他走快乐会昏倒的 阿姨 你先走好了 我陪天寿慢慢走 好嘛 我自己先走 快走 哎 走远了 你今天为什么还不去上学 你稍管我 你啊 你到底要逃一几天 嗯 我们应该去上学 真的 嗯 秦总 秦天啊 把我聘先生最后一次 他们代vid 李维先生 你 李维先生 洪扬仪 家里 都刚从 也听到 今天 先 些 可 想够 我们 起 不 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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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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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碗的事情 我不會怪你 你八碗的一千兩百塊錢 是他辛苦多年的血汗錢 你們家很需要這筆錢 我會還你 啊 二人哥 那你以後怎麼辦 我準備到關卡去 闖出個天下 是關卡 我們一定要風風光光的 闖出個局面 再回到這裡 哎呀 我跟你說良心話 等我發了財以後 我不會忘了你 我現在 是一毛錢也沒有 你可不可以借我點錢 當旅費 我只能借你五塊 五塊 哎 五塊錢我平常連打發乞丐都不夠 再說這五塊錢在我手上 不要一分鐘就花光了 哎 你可不可以想辦法 多借我一點 啊 我只能借你五塊 好吧 這五塊錢啊 有嗎 總比沒有好 你拿來借我好 啊 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賺我們該賺的錢 不是我們該賺的 一毛錢都不要 我還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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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我又怎麼樣 一切的奴隸 我全都白費了 你一定會買 我還要一切 我還給你 你不聽 我還不響 我還不聽 是阿姨来了 不对 我和阿姨约在小路口间 那门口的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寻查的 他们又发现你还有脱皮的运气 又要看你的手指啊 都是他们 是我不在 阿姨 阿姨 阿梁哥里 你大爷在这儿 阿梁哥 你混蛋东西 你什么武器武器 小路爬 我打 阿梁哥,你不要打了 打死你 阿梁哥,你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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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梁哥,你气消了没有 要是还生气 你就多打我几下 不过打轻一点 我 阿梁哥,不是我不讲义气的 我觉得一个人被砍手指头 总比两个人被砍来得好 阿梁哥,你说是不是 你去死去 阿梁哥,你别气了 以后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自己一个人先溜的 不管你走到哪里 我都跟到哪里 你现在一个手指 笨了,不好用 那我们两个人夹起来 才是真正的三只手 老师父,我们会出头天 你的手还痛不痛 没事 阿梁哥,你现在就真的要走了 阿梁哥 现在不走了 又不请我吃完饭 阿梁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嘛 该回来的时候 我自然会回来 糟糕 你今天要走 阿梁哥 你们一定要早一点回来 阿梁哥 早点回来 阿梁哥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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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點我了 阿姨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你要替我照顧阿嬷 阿嬷 我一定會照顧阿嬷姐的 阿嬷哥 你放心 我一定會照顧阿嬷姐的 阿嬷 阿小姐,你怎麼去送阿良哥呢? 她不要我送她 她說我會哭哭啼啼的不好看 阿小姐,你不要哭了嘛 阿良哥她不是壞人 阿良哥走的時候,還交代我說要好好照顧阿小姐 她真的這麼說嗎? 嗯 阿小姐,不要難過了 阿良哥一定會回來的 阿小姐,我們回去吧 好 阿小姐,我們吃了些甚麼? 阿小姐,你趕快去吃飯 阿小姐,我幫你吃飯 我練習了,你怎麼吃? 她吃飯? 她吃飯? 就要在那邊轉彎 先生,你要到他家去啦 爹,還回來了沒? 他不是跟你一塊放學的嗎? 我... 我... 他...他在路上跟我一起在跑 他...他一跑就不見了 我...我以為他先回來了 沒有啊 沒有就算了 那...那我先回家了 我...我回來了 我...我老是說 你得了病 你請了病假 你得什麼病? 不去上課,你到哪去了? 啊? 那你 Reело 你還沒發現 有了 我為了你沿 fibers 把鞭子给我拿来 余杰 听到没有 快啊 这孩子 你这么呼唤我气死你 你不去上课 你到哪去了你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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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让开 你们被打死可不可以 妈 你还跑 不要打 不要 你不去上课 你不要打 你放开 妈 妈 阿姨 你给我回来 给你爸爸知道了 他废过你的皮 你给我回来 你傻瓜 你傻瓜 鞭子 来 罗长一 来 进屋里来 哦 做完你怎么还不回家 我不要回家 不回家 来 是不是因为我到你家去了 你爸爸妈知道 你逃学 害怕 不是 我们中国啊 有一位圣人叫孔夫子 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 这孔夫子曾经说过啊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知过能改 善莫大也 要说人呐 不可能不犯错 这犯了错 只要肯诚心去改 那么这个人呐 一定还会 做一个成功的人 是 是 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你说 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吗 我 我我我我替你想办法 从前 每天 每天都是送牛奶啊 卖饼啊 嗯 从前都是一样的去 上学啊 最近 怎么老是逃学呢 我去找阿良哥 阿良 哦 你是说那个被砍了手的 爬手啊 嗯 找他干嘛 他爬到我爸爸的心 我要去找他要心 他还了你了吗 他把我爸爸的心 全都输光了 这该死的东西 唯非做的 唯害相提 先生 阿良哥他不是坏人 啊 他走的时候 还告诉我 他一定要把 偷到我爸爸的钱 那些钱 都要还给我 你相信他说的话 嗯 我相信他 因为阿良哥他说过 他骗全天下的人 但是 他有两个人不会骗的 一个是阿小姐 一个是我 你不应该跟他交往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跟他交往 你一定会学坏的 不会的 先生 阿良哥他是我 第一个交的 大人朋友 他知道我 家很凶 因此每次都好好的 帮助我 嗯 本来 我好恨他 因为他偷走我 爸爸的心 让我们一家 都过着这个 凶苦的日子 可是他被 看守了以后 他就走了 他走了才好啊 从今以后 我们地方上就没有 这种坏人了 先生 阿良哥他是一个可怜的 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 你爸爸到南洋啊 一去就是十年 心情苦苦赚回的钱 被他偷走了 你还可怜他 哎 你过了十年 没有爸爸的日子 他是不是可怜你呀 同情你呀 嗯 他如果是你的好朋友 就应该把钱还给你 好了好了 既然他走了 钱也没有了 啊 从今以后你做个乖孩子 听爸爸妈妈的话 好好的读书 不要再去想他了 先生 我不想读书了 不读书 那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做工 把爸爸那些两百块 通通都赚回来 你去赚钱 嗯 这样 爸丢了钱以后 每天晚上 都会发脾气 每次都喝醉酒 我想 这好像是金梁哥 爬了爸爸的钱以后 爸爸才会变成这样的 哎 这是自然的现象嘛 哎 过些日子以后 心情平静就会好了 啊 爸爸还没回来以前 妈妈每次都说 爸爸是一个好爸爸 可是现在爸爸回来以后 觉得爸爸好像不爱我 天下就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 好了好了 不要想那么多事了 今天你就住在我这儿 好好睡一觉 明天我带你回家 啊 先生 我真的不想读书了 啊 爸爸 爸爸做了十年工 赚了一千两百块 我要去做十年工 把那一千两百块赚回来 不要我不说 你年纪那么小 怎么会赚了那么多钱呢 我会赚钱啊 我会赚钱啊 阿王 阿王跟他曾经说过 我是天生的赚钱 我是天生的生意人 哎 我赚钱以后 爸爸就不会再生气了 爸爸也不会再寻查大人吵架了 我只希望爸爸过得快快乐乐 像妈妈说的那样 这不是你能理能办得到的 好了好了 夜深了啊 你就坐在这儿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啊 先生 为什么爸爸不像你一样好 先生 我偷了爸爸的钱 我一定要还给他 我一定要还给他 老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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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怪我 没把孩子交好 没把孩子交好 现在说这些 哎 你要去哪儿 我去找孩子去哪儿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你待在家 说不定孩子会自个儿回来 你去哪儿 你在哪儿 小毅 在哪儿 阿毅 你在哪儿啊 小毅 小毅 你在哪儿啊 小毅 小玉 小玉 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 我会一个人回来吧 我问你 你平常是怎么教孩子的 都三更半夜 还敢一个人待在外头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我能说什么 说什么 我回来到现在 阿姨连一声爸爸都不肯叫 阿姨连一声 我十年回家 他居然连爸爸都不认 这 这算什么呢 十年 十年离乡背景的日子 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你 可是又怎么样 这会儿回来 他居然连爸爸都不肯叫 我没有教孩子 不认你啊 那他为什么不肯叫我呢 我也不知道 你没有回来的时候 阿姨整天吵着要爸爸 每天都盼望着你赶快回来 能多带点钱 开一间杂货店 大家有好日子过 我没带钱回来 我把钱弄丢了 他就不肯认这个爸爸了 阿姨不是这样的孩子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孩子吗 你也不想想看 从我回来到现在 他也不跟我讲话 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就会愣愣地看着我 你也不想想看 从我回来到现在 从我回来到现在 你不应该这样说阿姨 阿姨是个孝顺的孩子 她去卖牛奶 去卖饼 她读书都很用功的 我不管那么多 我只问你 她为什么不肯叫我 你回来以后 为了那一千两百块钱 那天是愁眉苦脸 爱神叹气 你什么时候结过金孩子 你可那么接近的没有 你说没有了钱 就没有了父子亲情 那是你自己 你太重视那笔钱了 在你没有回来以前 我们没有钱 我们一家人一样过日子 生活虽然苦 可是我们 心情还是不坏的 现在你回来了 家里都变了样了 那照你这么说 我是不该回来的 阿富 不是这个意思 阿富 我只是希望你 不要再伤心 不要再难过了 我们一家人能够好好地聚在一起 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那是再多的钱都换不到的 阿富 可是 阿易她变成这个样子 你要弄清楚 她是我们罗家的长子 我去找她 我去找她 你 都这么晚了 你到哪儿去找她 反正 我会把儿子还给你就是了 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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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 你告诉我 阿易平常 都有一些什么朋友 你怎么不过 阿易平常 阿易平常 什么朋友 你怎么不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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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